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现在这网上你查个学者怎么蹦出来的都是这种问题呢 你在学校有什么情况吗 我结了婚了 首先是明镜这个节目这一集能剪掉 这一段能剪掉吗 没事 我就是在百度上出来的就是这问题 没事 对 我这是夸你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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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才知道这是我们五大的 五大的当年的笑话 是不是 没有没有 绝对不是笑话 百度上说的你不信自己查 他老师跟你是同期的吗 我有 这别人说 因为如果你同期的话 你不可能不知道你们学校有什么笑话 那可能是我后期的 以你的眼力 我还没说 对对对 但是人家就这个 我都查了你的材料了 美国迈基尔大学金融博士 加拿大迈基尔大学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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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上次听了你这个大讲堂 好多人都想请你讲讲 现在中国的这个金融形势 我首先 因为我不懂 我怎么首先感觉到的是 公安部副部长 已经关注这个事了 就是好多 7月9号开始了 对啊 早就关注了 对对对 证监会今年以来 说已经八个高级官员落马 有副主席 副主席 对助理主席 助理主席 然后还有 他现在是公开的是五个 然后还有三个是没有公开 然后中间呢 你看所有的证券业 现在都是风声鹤唳的 对 然后你看那个 我想想算一下 有什么冯一伦呢 就是各大券商的总裁 都现在有的进去了 有的是退休了 中信是最明显的嘛 八个职位里边一个退休 然后六个现在在协助调查 但是咱们不能乱讲啊 现在人家协助调查 这事是就还没有 盖棺定论嘛 可能也无事就没事了 一般是这么说的 他们说48小时之内 协助完了以后还没出来的 那就多少是有点事了 多少是有点事了 他现在是这样子的 他就是从7月9号嘛 当时孟庆峰就是副部长 就带队进去开始查 这个证券犯罪开始嘛 然后到现在是那个 傅政华在查 这傅政华呢 是今年连跳了三级 反正现在是排名第二的 这么一个副部长 所以就可以证明对这个事的 经济犯罪的这个关注度 但是这个你就给我讲讲 我看到这么一个一眼 就是说好像说他们犯什么事啊 比如说在这个股市 这个叫什么旧市的时候 旧市对 把这个证监会这个副主席 涉嫌了啊 当然涉嫌就把这个巨额的资金 怎么弄到香港 还什么做空 我听不懂 你给我解释解释 当时有几个比较著名的名词 一个叫恶意做空 对吧 一个叫恶意做空 对不起 我最好奇就想知道这一点 因为我从来以前没听过 什么叫恶意做空 因为比如说我在香港 我们平常 我们在香港看新闻 也都觉得有点古怪 难道做空 有分善意做空 对啊 当时还有他们说叫裸空 听到这词吧 我听过裸奔 裸空 对 然后他们说裸空呢 就是因为实际上是这样嘛 你做股指那个期货的时候呢 你如果你是不用买入现货 你不用买入现货 所以人家就把说 这个你没有现货 本来买做股指期货的时候 你是对冲风险 你应该有现货 然后用股指期货来对冲风险 但如果你没有买这个现货 然后就光做空股指的话 那就叫裸空 但这个在经济学理解上 这个没啥 就是这个没啥 裸空 所以他们后来就开玩笑嘛 说现在最怕的就是 什么真正裸空 就是脱光了衣服 然后在电脑跟前 那个下单 那就叫裸空 叫裸空 对 那恶意做空是什么 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个词吧 就严格的说 就没有这么一个词语 但是呢 我觉得到最后 你没有看 他们不会因为恶意 做空 这都是媒体这么 就杜撰出来的词语 到最后 他们都是因为涉嫌 内幕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 泄露内幕信息 那真的是犯罪 这个是 他主要 你看就是当时 那个最时尚 时尚 最时尚的 那个徐翔 我正想问你徐翔呢 徐翔有个外号 叫什么 总舵主什么的 总舵主 对 宁波赶死队啊 宁波掌停板 赶死队 对 这个概念给我解释一下 他是这样子的 他们呢 主要就是 当时徐翔呢 他是属于这种街头 这种出生的人 做法的 就在股市上 做法比较 比较彪悍 所以他就比如拒绝一波资金 拒绝一波资金以后呢 然后呢 就拉涨一只股票 然后呢 再砸一只股票 就是拉上拉下 拉上拉下 你金额足够 就完全容易控制嘛 这个其实跟咱们国家 这个制度设计上 其实是有点问题的 就举个例子吧 就是咱们比较 就是我们国家 有一个规定 就是比如说 一个券商哈 或者说一个机构 你不能在一个股票上的 那个持有量呢 不能超过10% 这听上去很好啊 因为你持有的太多 你就容易操纵啊 对对对 容易操纵 但是咱们这个呢 咱们不是以总股本 咱们是以总股本计算的 总股本就是 你整个的shales嘛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知道 咱们中间有一部分 是可以流通的 一部分是不能流通的嘛 好 而且呢 咱们中国的特别的现象 就是流通的这部分呢 比例少 所以你看 我就举个例子 假设你总股本是100 对 然后呢 一个特别极端的 然后可以流通的只有10 那么你如果你的股 占有的股份 持有股份是 持股比例是10%的话 那就意味着什么 你就100%的把流通股 全都控制住了呀 所以你不要多少钱 你就能控制 然后再控制一只小盘股 所以你就看到 你要弄几个人 现在前一阵子 不是那么多私募什么的 你弄几个人 搞几十亿资金 然后要操纵几只股票 你说他们这个操纵 他这个拉涨拉停 最后他赚的这个钱 是不是就是散户的钱 这个话呢 不好怎么说 可能也赚了机构的钱 也有可能的 反正就算 那里面的钱谁都有 谁都有 就是赚在股市上的钱 但是就是反正 谁在高位当接盘侠 就是赚的是接盘侠的钱 那还有最近听说 还有个自杀了的 不止一个了 陈鸿桥最著名的 我知道你说的是 国信证券的 还是咱们北大的呢 对呀 你们北大怎么回事 跟北大没关系 他到底什么原因自杀 就是官方原因是说 严重的抑郁症 我觉得可能 就背后就不知道了 但是这个人好像在业内 其实口碑挺好的 就是口碑挺好的 但是呢反正在他自杀之前呢 是被约谈过 因为就很多券商 不是最近都是在 救世过程中间 之后说是在中间 有一些不法行为 还是怎么不规范的行为吧 就被约谈了 反正他也被约谈了 中间到底有什么联系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第一呢 这个人应该是口碑挺好的 然后呢确实呢 也比较焦虑吧 这年头 你看精神秘院都上市了 就这么大伙 精神状态都不是特好 你要约谈我一下 我也抑郁症了 那玩意儿 那是喝个咖啡是吧 在香港 但是我就是挺难理解这种 你比如说 陈冠希人都东山再起了 你说这个 陈冠希东山再起了吗 对啊 冠希老师 冠希老师 写三部纪录片 不是三级纪录片 最近又当红了 不是 我是说受到多大的打击 人家还能够再来过 你说为什么像这些人 他们就非要死不可 一定有不得不死的理由吗 这里边吧 我觉得有两种类型 一个是这种 人的性格 我觉得不太一样 反正我觉得 要是反而有那种 中国世代府情节的人 我觉得反而更容易死 以死明智吗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吗 这是一种可能性 这是人的这种天性中间 还有一种当时就是 当时我小时候的时候 我们湖南发生过 那种一些案件 就是也是抓人 然后就是有的就 反正当时我同学的父亲 也有的就纵身一跳 纵身一跳 然后就维护了一大 也有这种 对对对 但是就是我个人感觉 一般死者为大 就是一入土为安 这种 对 城归城 土归土 是是是 咱们还是住眼台 这个一路走好 对对对 我觉得是 而且在业内名声挺好的 现在 有的那个校长撤了 学生们都说 这是我们的好校长 这很难说 很难说 但是我就说 这个还有一点 听说文道也买股票 而且呢 这个咱们这个财女 真是财女 我听我们这监制说呢 说她是这个少有的 经济学家当中 买股票 还能赚钱的 对这个挺早些 我们这来好多经济学家 我跟你讲 经济学家这样 上来给你分析经济大事 头头是道 然后你问到 他们自己投资呢 不一定都好 是 首先哈 你的发财经验 首先分明一下哈 我不是经济学家哈 我就是一读了一读了一点 叫做以学金融学为业 然后以贩卖金融学为生 生计的这么一个人 我们北大夫 周星人老师都大家都熟 是吧 周星人老师就是他不是 他也不是经济学家 他老师说 你们经济学家 我不是经济学家 首先 赚了钱是真的 你有什么 跟广大股民 跟广大股民介绍一下 别 这不能 我跟你说 就是教金融 教经济的第一条的原则 就是 怎么能这样 千万别推荐股票 而且没有心得 但是我觉得是 那说一下 你是怎么选择股票 好 这个可以聊一聊 等一下 我先去个广告再聊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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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之后见 快告我们是哪个股票 这不能说 你是怎么选择股票 其实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小而美 怎么讲 我钱少啊 所以才能挣钱呢 你看我一般 我的原则就是 首先我们工资低 这是当老师的工资低 工资低呢 北大教授还哭穷 这是必须的 你如果在社会上 某个职位 学历行业来讲 真不叫 这肯定是 你要发财 肯定不能当 这肯定是为了理想主义 可能为了情怀 这一点要声明 得了吧 你们那好几个教授 都发财了 我都知道 你告诉我谁啊 先说说你的 我这样子 首先呢 就是积蓄也不是很多 积蓄不是很多吗 积蓄不是很多 你把它放到 我是觉得 你做金融的 你总得到市场上看看 但是呢 这种心态底下 你就心里就很放松啊 这点钱说白了 亏光了 拉倒 无所谓 心里就没什么压力 所以呢 我就第一呢 我一般的就看看大事 看看大事判断 看看大事判断 比如今年就是逃过了 当时我逃过苦灾那一节 逃过苦灾那一节 当时的情况就是什么呢 就是实际上看着 它疯涨的时候 心里就有点不安 有点不安了以后呢 然后呢 就去做点研究 就去 就把那种 把那杠杠的线一拉出来 一看 一看 哎呦 那杠杠往上 那个股指也往上走 然后就发现这个杠杠啊 当时市场的杠杠率和 这个股指走向是 那个叫什么相关率 相关率达到 零点九几 我一看这完蛋了 要是这个杠杠一塌的话 那可能 这个事儿 就会出事儿 他讲的杠杠 他讲的杠杠是不是杠杠啊 嗯哼 你们的专业术语是杠杠是吗 对 杠杠 对 杠杠 对 我腐烂人 我腐烂人 杠杠我喜欢 杠杠 杠上开花 杠上开花 那杠杠怎么着 好 然后那我一想 后来就不是六月十二号 就开始查佩兹嘛 我就想着这事儿肯定要造 你真这个杠杠一下来的话 股市肯定要崩塌 而且在咱们经济学里边 这就不说了 反正这就什么有一个流动性螺旋 就是什么那种股指啊 那种价格下跌和流动性 形成一个互相互动的这么一个 复反馈 然后就会要 然后就赶快就说这不行 肯定要要迅速的 迅速的走掉 所以这就是对大事呢 就从这点上看 知识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但是你说像咱们这个普通的这个股民啊 你认为他需要懂得这个什么螺旋杠杠这些吗 他有大部分人是办法懂 你不能懂啊 这是我都学了多少年 很难懂啊 对 那不懂怎么玩啊 这其实就是 你看 就所以咱们中国老百姓 其实挺可怜的 我有时候老是想着这个事 中国是散户最多的 这种全球对吧 就是大概就是散户能占到 我们当时数据没更新 2012年的时候 占到百分之七八十吧 这很夸张的 太夸张了 很夸张的 您觉得是为什么 我觉得是我们 散户这么多 其实表示所有介于个体散户跟市场之间的这个中介 嗯 这一块有很大的空洞在这 你的我的意思 就文道兄的意思就是说 机构没有发展起来是吧 没错 这个但是实际上这个有点道理 在05年之前 这话是肯定能说的 但05年之后呢 咱们整个基金业其实是发展 发展起来了的 那是不是大家不信任 对 没有信任 对 就是我那天一直在说 他们说中国金融市场根源到底 就是这种病症到底在哪里 大家都说有病 病症在哪里 这就是还是一个信用市场 金融市场归根结底是个借贷关系 对不对 有时候信用市场 但是你没信用 你缺乏信用 所以这就是一个 没错 对 但是你说老百姓 你说怎么办呢 你你你不投股市 你怎么 你怎么着 有个方法 大家都说这几年 比如说楼市股市 好像都很不稳定 我之前听过人跟我介绍一个 很有意思的投资方法 也算是一种价值投资 嗯 他说呢 你如果回看过去历史 你如果从1995年开始 你赌球 每逢中国国家队 出去打国际赛 嗯 读法很简单 拿一千块赌他输 嗯 到现在你赚了四百多万 哈哈哈哈 这价值投资法 价值投资法 而且非常稳健 嗯 所以大家 我很多朋友说现在从今开始 我们坚决支持中国国家队 对 很看好 对 哎 其实啊 你要说啊 这玩意儿是可以做一个期货 就金融创新就是这样子的 你是完全可以做一个 真的啊 可以做 这种足球可以做期货 你当然做个期货 你现在那么天气不也能做期货呀 那不是赌博了吗 那不是赌场了吗 呃 这个 其实你说股市跟赌博 呃 除了像文道兄这样的 他就价值 他刚才跟我聊的时候 他说 他就是看一个买一只股票 还要先看看人家的这个叫什么 那个年报啊 对吧 就要判断 然后判断这个未来是医疗行业好 他就就买这是价值投资 但是大部分投资者 你看不是这样 是吧 看着他涨 嗯 咱买 就赌他涨 然后要有人打个电话 哎 某某你 你明天那个 有什么消息 然后明天 这股票后天会要拉 要翻一位 对对对 我我我我就是这样的 那这就赌博吗 那你们俩 你看你们俩 这就是赌博 我是情报部的 我是 这是靠情报赌博吗 这就是 我都是有这个什么呢 内幕消息 内幕消息 其实现在这样 情报部门呢 安全部门通常有分两组人的 一组人就像您这种 特别辛苦 像007一样 到前线工作 探取情报 还有一种呢 是坐在后面 分析各国状况 比如说拿他什么数据啊 拿他什么来慢慢分析 这两大类 他这样的不能做007那虚构的 他们说一般的真正的那种 做经济情报工作人员 要长得不行了 要长相不行了 要在人群中一眼看过去 就是说 特别不前眼的 像您这样的不行 那只能闻道去了 那只能带我去了 还不行 去广告去广告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是属于热爱的非理性 我刚才都说了 你今天这个穿的 这也像是娱乐界的 我不由得问问你 现在我们这个娱乐界 都很关心 他好像这些个大明星 都挺会玩股票的 赵薇 不叫人 人那不叫玩股票 人叫玩投资 对 你觉得赵薇 这方面的技巧怎么样 不 这不能 我不能判断 但是反正 发了财了不能判断 对 你只能看结果 但是他过程怎么样 咱们也不太知道 但是人权 他们我是知道 人家不是做天使投资吗 对 做天使投资 这不就是现在这种 跟着这个创业潮啊 创业热啊 然后你就募一笔钱 你也能做啊 是吗 你们都能做啊 这什么不能做 IP投资嘛 对 然后你比如说 你们俩有钱人 然后募一笔钱 然后再说 让你长得这么帅的 然后挣币一呼 然后弄一大笔钱进来 然后就组成了一个基金 一个私募基金 对不对 私募基金呢 然后呢 然后你在这儿 你要说再打个广告 说小先生们都过来啊 然后这个 那些好的项目啊 就是比如说 这种现在流行的产业啊 什么 比如做 你就可以做这种 新媒体的这种啊 对对对 你看好 这个这个不错 现在呢 现在估值肯定很低啊 它现在还在起步阶段 然后你就用原始的价格 你就买它一部分股权啊 比如说 然后用你的个人魅力 然后买它一部分股权 然后呢 然后再通过一些运作啊 资本运作啊 然后把它弄上新三板 再把它弄上市啊 然后你不就 小鸡蛋 不就浮成了母鸡吗 这不就是投资吗 对 投资嘛 有这么容易吗 前阵子还挺多的 可是问题是这个事呢 就我始终觉得 我不太相信 就没说你短期内 也许会出一批 但是挺泡沫的 挺泡沫 因为比如说我遇过不少 比如说说真的 就汤尔森说很对 最近行内的确有很多这种事 比如召集一批主持人 尤其写书的人 召过来 写书的人很重要 比如说你写小说 写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 他说这是个IP 是智慧产权 买了下来之后呢 他说我将来呢 能开发 开发怎么样 一本小说 能拍电视剧 能拍电影 能拍广播剧 能够做游戏 能够做动漫 怎么样 说得非常好听 那我如果找到一百个作家 那就是一百部这样的东西 你懂吧 这里头当然还有一批有名的 然后都汇聚一些 找几个主持人 怎么样 那你就估计 这些人大概值多少钱 但这个估值呢 是一个 有时候是可以有很多技巧 很空洞的东西 非常空洞 然后吹的就 哇原来值个十几二十亿 钱进来 然后告诉大家 前景相当美好 但事实上最重要 是整个东西的模式 背后的假设是 你这本书 你要能拍成像哈利波特那样 那我就狂赚了 你要能像鬼吹灯 盗墓笔记 或者是蓝牙榜 那就行了 但是问题是 有多少可以做 对呀 这是出来的 比概率实在太小了 你就知道 我就觉得这个词之热 我觉得就这两个月以来 我就耳朵里听见 这个IP这个密度 我听着就跟放屁一样了 你怎么就是 谁可以IP 我给你讲 这个就像那句名言 当街上插鞋的鞋童 都跟你讲IP的时候 你知道这东西要玩 可是问题是 我到今天也不知道 它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好意思问 我怕人家觉得 你怎么这么无知 一般咱们都这样 我现在在中国聊天 都能到 我聊一些 我并不懂的词 真的 我也频频点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说 现在你做不成IP 咱们就什么都别聊 他们都解释 我很有趣 别说 其实 我到今天也不太清楚 你说什么叫IP 我也不懂 我真不懂 他刚才说那个 他说不值我懂 IP我真不懂 就是智慧产权嘛 就是intellectual property 智慧产权 那智慧产权是什么东西 它相当空洞 现在都里面 什么东西 可以有智慧产权 他只是说 比如说你这个人 你做节目 这做节目都是靠你了 文涛是吧 那你这个节目 能够带来多少年 带来多少的收益 那么就看得到 你的IP值多少 这个IP就是 你的智慧产权嘛 你开放一个节目出来嘛 还是CP值吧 现在我倒知道 个CP值 比如咱俩就讲CP值 CP我真不懂 你光河管理学员 不研究这个吧 不行 CP值 你知道吗 你好比胡歌和霍建华 这俩就要看CP值 我跟文涛 就是 这个明白 你不知道 IP 我反而弄不明白 你们这个风格转换太快 对对对对 咱还是问你点专业问题 再有一个问题 我不明白的 我在你的这个文章里 也看到过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国这个股市啊 很多亏损的公司 股价到好到涨 盈利的到跌呢 是这样 盈利的 就是从整体上 这个是被大家夸大了 首先呢 你们要从一个比较长的 90年代开始到现在呢 整体来讲 盈利的公司呢 股价还是涨的 还是好的 还是好的 但是呢 有一些成扎犯起的 就是坏的呢 就是被像许强这种人 炒作的呀 就炒作的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个事的 归根结底是根源在哪呢 叫壳价值 就是都听到壳价值 老是买壳啊 对吧 并购重组啊 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国家的 一直不是最开始的时候 IPO 因为融资难嘛 大家都想融资 对不对 那么僧多 州少 这就是IPO 这些东西不就是州吗 州少 州少以后呢 你就 就不就有了 有了价值吗 就是你只要有个上市 原来都是配额制啊 什么的审批啊 然后这就 第一呢 你看配额制的情况底下 这个 这个东西本身就值钱了 然后 然后在省批制底下呢 你就有了权力寻租的机会 要不然为什么发声 发声伪的这个 被逮起来了吗 也不就是权力寻租吗 所以就还是说 你这个市场 没有完全的发展起来 市场没有 完全的放开 有壳价值 所以呢 有壳价值的话 就是你哪怕 你们老是听说 ST股票吧 就是那种 很烂的那种股票 ST股票 就被炒作啊 然后又又重新注入资产 进行资产重组 然后又再炒一波起来的 其实我觉得就 归根结底呢 还是一个僧多舟少 造成了这么一个市场的 然后管控比较严 highly regulated 然后就导致有一个 权力寻租这些 那么你就说 咱们这个中国 你说是全世界散户 最大的一个股市 最大真是 这里边我觉得 就有中国老百姓的 一种理财的这个焦虑 对吧 就说这个 我自己就有这个问题啊 你要不钱放哪呢 但是钱放股票 这个怎么样 至少咱不讲投机能报复 咱就是能比银行存款好 这有办法吗 我觉得还是有办法吧 实际上你如果就是 你要是从90年代 开始买指数的话 肯定比银行存款肯定要好 银行存款价是多少啊 那个定期大概 我们也就看啊 两点几吧 一年期的大概就 两点几了 然后现在通货膨胀率 是一点几是吧 扣掉以后就等于 基本上是零的 要是你万一通货膨胀 再起来一点点 你就 而且以后还有 这个是百分之百 就这个是这个 这个预测我敢做 一般不敢做预测 利率肯定还要下行 就是全球是进入这么一个 一个极低利率时代 所以确实 您说的很对 就是中国老百姓 真是特别的焦虑 放不掉 对吧 然后你前十年 你要聪明呢 买房子还行 是吧 那个 我说 现在买房子 是不是也好啊 买房子 还是那句话 这个以下的内容 不能做投资决策 风险资单 再不说 以下内容没了 快说 好 就是实际上就是 房地产是 现在北上广的房子 我觉得还能买 二线人 服atelyn